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汪院长今天麻烦你了 你这整个90度大鞠躬 以鞠躬代表挂号 以挂号就对 所以说其实小吉也有相关的一些经验 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我超害怕 我等一下说的事件是在路上发生的 非常危险 真的耶 因为走在路上并不会有什么人会帮助你 对 尤其是开车 或者是你过斑马线的时候 突然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 好的 但我们好好来聊一下好不好 好 另外一位苦主呢 是我们的巴巴洛一位帅哥 你好 你好 欢迎 我非常好 你好 你也有 你也要90度大鞠躬吗 还是要鞠躬一下 大家都要鞠躬就对了 都想要挂号来这边的习俗就是了 好 另外一位我们的苦主小爱 哈啰 大家都要鞠躬 我要鞠躬 你也要鞠躬 我鞠躬 对 要挂号吗 挂号 是不是以后规格都要这样子 对 面对副院长我们都要这样 再鞠躬才鞠躬 对 其实呢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只要你身边有朋友常常晕眩 或是贫血等等相关的状况的话 欢迎大家把我们的 一期指定分享的网址 把它连结 分享出去 因为我相信一定会造福 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对不对 分享等于救人一命 剩下七级浮屠 会不会今天有点太伟大了 是不是 是真的很危险 不过我们先从小杰开始讲起好了 因为你刚刚讲说 有可能会在路上 对 然后开车 你到底发现怎么样晕眩的状况呢 其实我第一次发现我会晕眩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跟同学坐在大学的餐厅里面 那其实聊得很愉快 也没有经过什么刺激或是惊吓 你知道吗 就吃饭吃到一半 突然间从椅子上跌下去 你是被鬼推了一把吧 没有 还是被人家推 那个时候我当下是没有反应 因为那个时候之前没有云悬过 所以不知道说怎么了 然后我起来说是刚刚地震吗 还是什么 他们说没有 你吃饭吃起来 你就突然从椅子上跌到了 没有 为什么 然后我就起来摸摸看我的椅子 是好的也没有被我做坏啊 然后我就想说 我就开始回想 我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只记得一件事 眼前一阵黑 就是突然就像电视被关掉一样 眼前一阵黑 你是要唱蕭黄奇老师的 你是我的 你是我 我的眼 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可以继续吗 不行 继续分享好了 就是眼前一阵黑 然后再来的时候 就已经人在地上了 所以我其实就很担心 但我那个时候 因为不知道这个叫眩晕 我想可能是会不会 我那阵子太过瘦太过美丽了 所以可能就是 给我一个就是惩罚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是到我真的需要去看眩晕 是因为我发现我在做任何事 不是让我情绪紧张 或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会 我会突然好晕 而且那种晕跟平常的头晕 是不一样的 我的晕不是像人家天旋地转 我的晕是会眼视力开始模糊 慢慢模糊 慢慢模糊 慢慢模糊掉 然后就很像那个 就是你知道对焦有没有 越来越没焦 很像那种我们 镜头那样失焦 对不对 越来越没焦 然后就会开始看不到 然后一直往下倒 一直往下倒 我已经有好几次跌倒的经验了 都是这样的经验 都是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看医生 对 那我原本看的是神经那一颗 结果没有找到原因 然后后来我又去看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说他有照 就是除了耳朵平常 我们去看感冒之外 他有照一个东西 他说是内耳平衡失调 但其实医生讲的这个名词 我到现在 我知道我有 但我还是不理解 眩晕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它有定义的 就是一个人的感觉上 你明明没有动 可是你的感官会觉得说 你在整个环境在那边绕 或者是你绕的某个地方在转 这个东西叫眩晕 眩晕 一般头晕就是你觉得 头轻轻的 脏脏的 有点飘飘的 可是你却没有这种旋转的感觉 那这个往往 跟眩晕引起原因不太一样 像假设刚才讲 如果说你比较严重的贫血 或者是今天感冒身体不好 你这种头晕晕的 甚至于你可能 这个偏头痛 慢慢要发作之前的那种先兆 这些 你可能是这些动作 那这跟眩晕并没有连带 不太一样 可是我们会有时候贫血 又会不会跟晕眩眩 搞混在一起 当然有可能 因为都是晕 都是敢晕的感 但是呢 你贫血不会今天贫 明天不贫 对不对 所以你贫血你的症状是持续的 尤其是你在做一个 长时间的 突然之间改变动作 比如说你坐着 比如说女孩子 常常就 学生的时候蹲下 突然站起来 就一阵晕了 这种应该是贫血 这个也有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是叫姿态性的低血压 女孩子本来血压 一般来说比男性 要稍微低一点 如果这个时候 你再加上贫血的话 你的血量不太够了 那个 那个 红血血不太够了 你突然站起来就眩晕 可是你只要坐下来 躺下来 可能就消失了 这个东西就不叫眩晕了 还有就是贫血 你每天都会这样 你每天体床 你的情况不会改善 对 尤其是 你不知道你有贫血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会觉得你莫名其妙 身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也会搞 检查一大堆 结果发现其实是贫血 但是眩晕不一样 眩晕是你发作的时候 你晕晕晕的要命 绝对比你这个贫血的晕要严重 又吐 甚至有的更严重 你的听力会受损 可是呢 症发性过了之后 你这个症状就完全没有了 对 需要是一阵子一阵子 其实我们 刚才如果有仔细听小杰这样讲的 其实我 跟我们待会要介绍的这个毛病 完全一模一样 好 你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可以给你对症下药 下一位小爱呢 你有发生过什么样子的经验 有耶 其实我还蛮多的 而且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 好像有一次就是 我只是跟朋友去百货公司逛街而已 但逛一逛我就突然 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 我眼前不是黑色 但是我眼前是从粉红色开始 然后就开始转到就是完全 我前面完全看不清楚那个路线 然后我就觉得 我真的不行了 我已经站不住了 你有拿很多东西吗 我完全没有拿东西 我是突然逛一逛 就突然发生这个状况 然后我朋友就看见 我的脸色非常苍白 然后我嘴唇也是反白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行 我需要坐一下 因为那时候我是真的完全看不到前面的路 没有任何征兆 完全没有任何征兆 然后我是他扶我到旁边休息 大概十分钟之后我才恢复 而且很奇怪有一次 我国高中的时候 我女生不是会去打耳洞 对 然后我打下去的时候 我突然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一阵晕血 然后就是我眼前又是从粉红色开始 对然后我又完全看不清 就跟去百货公司的状况一样 是一样 对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这个状况就是这么突然 然后我连打耳洞也会头晕 然后可能逛街逛到一半也会头晕 所以我就觉得想说 我这个身体是不是有状况了 但是我没有去检查 我可能觉得 没有检查 因为这个不是说真的非常常发生 就是偶尔会发生这样 这怎么解释呢 你逛是不是逛了很久 走很久 应该一段时间 都没休息 因为其实你这两个反应 都是一种血管的反应 比如你扎耳洞 你会紧张会害怕 为什么女孩子 就碰到很疼痛很害怕的时候 会怎么样 会休克 为什么因为你的血压 你的这个血管因为反应之后 会扩张 扩张之后你马上这个 比如说你在走路走太累了 你的那个血管都没有休息 你的血压说不定比较低 再过来你这个紧张 造成血压降低 所以你马上眼前就一片 好像你觉得头晕 其实这个不是眩晕 这不是 对 这也不是 这不叫真正我们讲的眩晕 而且为什么它从粉红色开始 对啊 我是 到底眩晕应该是眼睛 如果真的是黑的 还是粉红色的 因为你的血要降低的反应 就会这个样子 像有的人看到针就晕倒了 这不叫眩晕 这是一种压力反应 所以这种紧张也会造成这样 会 紧张也会 对 那副院长 眩晕到底眼前要是黑的吗 像小杰这样是黑的 还是眩晕 还是它也要 或是一片白 其实眩晕的眼睛 你黑的看因而异 但是基本上眼睛看在黑 这个比较不算是 眩晕的一个主要的症状 对 那眩晕当然就是天原地转 对 再过来就是会想吐 就跟你晕车一样 对 你们只要有晕过车 你就知道真的眩晕是什么样子 这就叫 这就是 三不如死 可是好奇怪 因为我印象里我 也是上大学的时候 很容易晕晕 而且是那种 是转是这样 你知道你自己是顺时钟的转 然后你什么事情都没有 然后生活饮食正常吗 可能大学那时比较紧张 大学生一定你的生活 一定不正常嘛 对不对 而且那时还拍戏 然后还一边工作 压力是引起眩晕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真的啊 尤其是你平常都还好 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内耳的问题 压力其实是一个因素 为什么晕眩的时候 然后不舒服的时候 嘴唇都会变成另外一个颜色 像我变黑色 变黑色 好像紫黑色这样 对 可是什么啊 血液循环部 因为你启动的 不是只有头脑这个地方的反应 我想嘴唇变黑变白 只要你冤训 大概倒下去的人 不会是脸色很红润的 对啊 很多嘴唇变白变黑 为什么血液上不去 就是周边你倒的时候 身体会有些反应 可能血管会收缩 来供应你的大脑 供应你的身上 所以我们周边 有时候你不见得是嘴唇 嘴唇 因为我们血色看得比较明显 对 可是你到时候 如果仔细看你的指甲的下面 对 也都会变白色 或者是这个比较泛黑的这种颜色 就表示血液 它就往你的中枢神经 你的大脑去集中 这是不是因为你很冷啊 没有啊 就只是天气太冷了 可以这样子 那会不会有些 你有点贫血啊 你不是这样 贫血 贫血也会有这些症状就是了 不过呢 身体出了一些状况 我们都会很好奇 到底它是晕眩 还是眩晕 还是贫血 所以待会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我们来看看到底大家懂不懂 了不了解 首先第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以下哪一个方法 可以改善晕眩 A 平衡感训练 B 减少滑手机的时间 C 以上皆是 请作答 平衡感训练 C吧 可以改善 应该都可以吧 好 C C B 请解答 对不起 什么 我假笑 以上皆是 为什么 平衡感训练 平衡感训练 我们待会可以示范 平衡感训练 对于你偶尔头晕 可能不需要做这些 对于那种常常困于这种 很常发生的这种眩晕的话 平衡感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待会我会做一些示范 第二个 为什么滑手机的时间 因为你看手机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左顾右顾 你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屏幕上面 我们的平衡 当然大脑中枢神经 跟我们周边眼睛内耳 还有我们的肢体 这个都是占一部分 你过于把你的视觉 集中在这么小一个范围里面 当你在这个 在恢复的时候 就是你在看别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眼睛的平衡感 暂时被压抑了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有时候你看书看太久了 或者是这个手机滑太久了 看太专注了 你突然之间抬头 你会有一种眩晕感 那是不是代表说 我们看越大的萤幕 譬如说我们可能看iPad 或是我们看电视 或你看太久都一样 只要看太久 你的视觉放在上面太久了 如果有这个 比较容易眩晕的人的话 可能会 下一题 以下哪一个疾病 不会引起晕眩 A 心脏病 B 高血压 C 尿结石 请周大 一定是C啦 尿结石不会吧 对啊 应该听起来 我也认为是这样 按照逻辑 也是 所以说心脏病 高血压是 蛮直接影响晕眩的 是 所以这好像大家都可以想象中的 对 想象中的答案 好 那请问一下 晕眩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 A 坐下或躺下 B 喝水 C 引上皆是 A B C 都有 A B C 坐下或躺下吧 因为对我来讲 这是最有效的方式 可是我的答案是A 为什么呢 因为喝水不一定 你如果正在晕的时候 你喝水会 如果你有呕吐的感觉的话 你喝水会诱发你想要吐的这个 但是话来说 回来像我个人的经验 我以前坐车 因为这个山路很晕车 我下来之后是怎么样呢 我去吃了一支冰棒 吃冰棒 马上缓解 当然可能是慢慢要缓解了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每个人都有你的 对 你如果觉得你喝水 喝水有的还喝 热水冰水 对啊 我想说我喝水是 好像可以减少我头晕的状况 没有关系 你如果觉得有效 能够缓解就这样 这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但是呢 你如果想吐的话 对不起 你暂时就先不要喝 就不能喝 对 躺下会 就是你突然晕眩 你躺下的时候 对 整个是在转的 更转得严重 他的讲是讲祸 他讲是讲祸 就是说你一定要 至少坐下来 因为你眩晕的时候 你会摔倒 会跌倒 如果你刚好在一个 比较危险的地方 你会摔倒 你至少要坐下来 或者有固定的位置 让你不会跌倒 你走在路上 你至少要摸 扶着一些这个物体 或者椅子 这个都可以 你要稳定地坐下来 没有 没有扶手的椅子 要小心 你偏一边 你还是会倒 可是我觉得睡觉 是一种逃避的行为 没有啦 但是他会反映 是救命的行为 隔天起来 你还是会发生 所以你要去解决它 而不是去逃避它 没有 晕眩是 他是短暂性的 发生的行为 他不是常行的 他不想感冒 所以你要去治疗他 我们看到了来宾 非常激烈的争吵 他的治疗是 他发生的当下 你一定要先救命 因为你站着 你一定会用各种 奇怪的方式去解决 要先治标 对不对 他都会伤到别的地方 先把当下把它稳定住 他不像感冒或发烧 或者是尿到炎 死到炎那种很严重的状态 长期的 对 他应该要先治标 把自己的身体保住 我觉得小杰跟巴伯乐讲的 其实都对 又对 因为你当时的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巴伯乐讲的是说 我既然每天都 每天都晕的话 我光靠睡觉是不够 当然是没有错 你睡觉 但是你真晕得厉害的时候 你什么也不能说 你只能躺着 但是小杰这样讲就有道理了 因为我现在正在晕的时候 我当然先坐着 对 可是等到不晕的时候 我就去挂挂 先舒缓 先减轻自己的症状再过去 那你们想基本 你的切入的角度不一样 基本要和好 和好 不错 大家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对 我们再来请我们副院长来解答 不过还是要请副院长 先帮小杰做一下 这个平衡感的训练 好 来 我们先做做看 何为平衡感呢 这先不用 训练不二 我跟妳讲难不倒我的 我训练平衡感超好 好 我们来看看 你现在脚稍微略宽 这样子 不要我们肾肢不武 好 肾肢不武 好 这样站很稳 两位先要对打是不是 不要 你不要动 你这样不会倒 不会倒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身体感觉 你的眼睛 你的内耳的平衡器官 都在运用 都在运用 那如果晕眩的人会怎么样 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真的假的 就不行了 好 现在眼睛张开 你是昨天有喝酒是不是 眼睛张开 对 你是宿醉吧 张开眼睛就不会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把单脚 右脚 对 站好 好神奇 站好 可以 张开眼睛我OK 这样没问题吗 我学跳舞的 眼睛闭起来 我觉得有一种要 别 好 在催眠吧 好 来 眼睛闭起来 那现在轻轻碰我的手 一个手指头就好 一个手指头 我没有支撑它的力量 各位可以看到 为什么 这就是体感 好 所以我们周边 周边你只要有一点点感觉 因为我没有动 你只要感觉 你摸到一个没有动的物体 你就恢复了你的平衡感 只要扶住它一只手指头 就可以了吗 对 所以它感受到就可以了 好神奇 我没有支撑它 然后放开 等一下 这个太... 好 眼睛闭开 所以我的示范的主要目的就是说 你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内耳 还有我们的体感 这个都会... 等一下 我要再做一个训练 我来看巴巴洛 来 你也来试 你也来试试看 你也可以试试看 我张开眼睛的时候 真的站得很稳 对啊 我以为 你被催眠了 你也是 怎么可能 这个我们都没有串通好 这个是 怎么可能 你们真的都没有复过 这真的没有串通好 这是我们刚刚 零食Q拉上来的 眼睛张开 一样 不要做效果 小侄 我不做效果 真的不要做效果 认真 真的不要做效果 好 站好 眼睛先不要闭 你就看前面 看前面就好 对 可以蒸很久 至少 对 蛮久了 因为你可以平衡自己的身体 你... 而且其实它比较高 你知道吗 平衡感不好是吗 OK 那就不要闭眼睛了 可以... 可以吧 可以 眼睛闭起来 好奇怪 对 为什么 我虽然知道眼睛是比较高 可是它站得比小结酒 摸我手指头 就好 就有很稳了 这是跟做重量的道理一样 不是 就是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 我不相信小爱 我一定要一轮 来... 我昨天没有宿醉 我先说 不是 这真的 因为这完全... 各位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套过着头 抬起来 对 看正前方 如果就是大家看了节目 要视野要旁边有人 我张开一点 对 我可以说我平衡感 其实真的是蛮好的 好 闭起来 你看它 它比两位都好一点 等一下 好 来 你的手指头筋 好一点点 手指头筋 就好了 对不对 真的耶 这到底什么原理啊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视觉 还有我们的内耳的平衡系统 还有我们身体的感觉 你的皮肤 你的关节 还有你的肌肉 只要有一点点接触 一个不会动的这个物体 你的平衡感就得到 三个至少有两个 光是这个训练 我们可以玩好久 真的 但闭起来真的是 真的是会非常的没有平衡感 我也好想玩 不行 你先不要 你伸完再玩 对 你帮我扶着 我试试一下 伸完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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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玩 我拜托你 太危险了 你们刚刚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不要太用力就还好 好 你就把脚抬一下就好 脚抬起来 不要拉 没关系 好 对 然后呢 眼睛闭起来 好啊 做好 我现在把它热 你眼睛闭起来 爸爸快点来 我站后面 小爱 这样还行吗 可以可以可以 还不错 其实你应该抓到脚才对 抓脚会比较难 好 不错 很好 不需要 你可以冒汗 这样也会流汗 为什么 因为太紧张 你耳朵红了 对啊 真的耶 你耳朵红的 你是不是很高兴说到底 你说因为眼睛闭起来 我们就是 他们是独立的吗 对环境的刺激 把这个讯息 传到你的大脑去整合 对 那我问一个 比较不礼貌的东西 好 那我一般人 本身心里有障碍的人 没有 你只要有感受到这个物体 没有在活动 你就可以了 除非你是完全看不到 如果是完全看不到的人 你完全看不到你的听觉 我们这个器官 像有的人 就比如说你视觉不好 你听觉会特别敏锐 对不对 所以你这方面平衡感 就会部分的带场 而且你的大脑会去调试 对 所以我们讲的是一般的人 好厉害喔 那我们为什么会讯 跟我们的内耳很有关系 我们要看一下那个图片好了 现在马上看吗 大概做个简单的介绍好了 好 我们来瞧一瞧 图片 在这里 大家看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吗 这感觉像蝸牛 蝸牛 你讲对了 你讲蝸牛 我们的内耳就是两个功能 这是耳朵 第一个听声音 第二个负责平衡 那这个漩涡这个东西 就叫做耳瓜 对 这是它出来一条神经 叫耳瓜神经 就是听声音的 那这个叫做前庭系统 前庭系统 大家至少学过数学吗 SYZ三轴嘛 对不对 SYZ三轴 它也是这个样子 互相垂直的 所以它是三度空间 三度空间 这个三度空间呢 让我们会感觉到 我们身体在活动的时候呢 会感觉到它 所以马上我们身体 会维持这个平衡 原理是这个样子 那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知道 如果这个前庭系统出问题了 产生的直接症状就是眩晕 我们让double take下这边的画面好了 就是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个 是意图 它就是耳朵是长这样吧 这是外面 这是外耳朵 对 然后我们常挖手就是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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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这个叫中耳 这个耳朵嘛 这个地方叫中耳 这个中耳 这个中间小小部分 对不起 这叫外耳 这叫中耳 中耳呢 中耳它有一个管子 通到我们的喉咙 所以呢 你喉咙如果常常发炎的时候呢 比如小孩子 常常喉咙发炎 它会借着这个欧式管 叫耳烟管 跑到中耳区 所以很容易引起什么 中耳炎 对 还有你 如果你去坐电梯 或是上山 你有没有耳塞 有没有 有没有 你为什么咽着鼻子 然后这个这个 很容易会变个气 对 就是借由这个欧式管 把它给打通 明白 那中耳这个地方 它有三个小骨头 这三个小骨头 就会接到我们的 这个内耳的部分 对 这刚刚我们的 护院长讲在这边 对 那这前亭 这个非常的巧妙 这是我们到目前 这科技还没办法 做出来的东西 你看 这个已经非常小了 但是你看 它这个什么结构呢 看咖啡色的地方 这是骨头的结构 这是硬的部分 中间这个粉红色的 这个里面是液体 叫淋巴液 叫淋巴 里面是液体 是淋巴 那这液体呢 它每天会产生新的 但是它也会排泄掉 就跟我们脑脊髓液是一样的 假设你生产太多了 或者是你的排泄有问题了 如果在大脑 就变成水脑症 如果在我们这个地方 就会引起一个 什么问题呢 就是 那我们赶快来讲一下好了 副院长 我们顺道提到 就是说 晕眩会引发什么样子的疾病 对啊 应该是说 什么样的疾病 会引发晕眩 这个应该这样 倒过来 那刚才小杰 你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偶尔发生 其实你都忘掉 你都觉得我没有做任何事 其实你一定有做一些动作 就是 突然转头 或突然抬头 或者 很突然性的动作 坐在那边拿包包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听过耳石吗 我们知道有肾结石 对 还有那个我们的唾液也有结石 是耳屎 没挖干净吗 不是 耳屎在外面 耳屎在这边 你抠着抠这个地方 那耳屎 耳屎是小石头 我们这里面有一些 这一些小小石头 它会脱落 可是你说是液体 为什么会有石头 会 它在这个里面 某些 这个比较 钙化的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小小 很小很小的钙化东西 是身体产生的东西 它会掉下来 它其实本来是固定起来 它会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 它就会在里面飘啊飘 当飘的时候 你可以想到 你那个杯子里面 你放一个 放一个小鸭鸭 放一个小东西 你稍微一动一下 它会碰到你的宝贝 对不对 这上面都是敏感的细胞 所以你碰到宝贝之后 你就引发一阵眩晕 但是它因为会飘 它不是附在上面 它会飘 所以你隔一阵子就好了 对 但是这个其实有点危险 有人在开车 对 你要看后面 撞到了 你就晕了 突然 对不对 你下面拿东西 一站起来 突然就晕了 或你刚才在站 然后主持人 突然跟你讲话 你一回头 假设你有问题 你马上就倒了 所以其实这个虽然它是 这个叫什么 叫做良性 振发性 知晒 知识性的眩晕 我们简单叫PPPV 听起来很复杂 但是这是我们眩晕里面 最常见的一个毛病 就是它也不会影响 太多的生活作用 但就是你只要有一个 突然的动作 就会引发这个 良性 振发性 但是因为它常常发作 有的人躺在床上睡觉 好了 就就晕了 对 所以这种情况 那怎么办呢 待会我们会教大家一些 自己在家里面可以做的 这个待会我们也要来帮忙 对 这个就是我们造成的原因 最终的原因 但是我刚才讲 这个整个叫做迷路 就是开车迷路 那两个字迷路 那这里面的淋巴 这里面也有 所以通常 你如果单纯是这边发炎 你不会影响到你的听觉 但是有的问题是 两边都影响到了 所以梅尼尔实际是这样子 它两边都影响到 所以它会晕得不得了 吐得不得了 完全不能做事情 然后你跟它讲话 它还会有听不清楚 听不到 听觉受到影响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会有耳鸣 这样 有这三个合起来 梅尼尔实际 对 有三个合起来 才能真正称为梅尼尔实际 现在讲到耳朵 我就想有问题想问 钱佩姐 好 请问 像我从小 我初生开始 我就觉得耳鸣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没有去为耳鸣看过医生 因为我觉得 它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一部分了 如果没有耳鸣 我可能还觉得怪怪的 那就像刚刚说的耳鸣 然后还有那个 你刚刚本来说什么 耳鸣跟 听觉 对 听觉 我有时候 有时候会听不太清楚 对 会早上的时候 耳朵会感觉有一个泡 你听不太到外界在讲什么 然后你必须要一直打哈欠 一直深呼吸 然后一直这样 就像坐飞机一样 这比较跟你中耳有关系 中耳 因为中耳要检查看看 我中耳平衡失调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中耳不是平衡 内耳是平衡失调 那内耳平衡失调 中耳它只是个空间 今天是来问诊的 是 顺便问一下 所以我该有先结工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们了解这个之后 就会知道说 原来眩晕不是这么的 好像很难理解 对 但是有一点就是 我们这个讲的周边 就是我们的周边 这个器官 但是这些感觉全部要集中 我们的大脑去 我们的小脑是负责什么 平衡 所以我们的眩晕 我刚才讲 分为中枢神经 还有我们的周边的器官 我们的周边的器官 就是眼耳跟身体 对 那中枢就是我们的小脑跟大脑 如果你小脑大脑出问题了 你的眩晕 就比较 比较难解 比较难解 可能没办法根治 那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偏头痛性晕眩 因为偏头痛 它是一种血管性的头痛 对 那血管性头痛 它是当然 上次我们曾经有一个专辑 有讲过这个 就是这个偏头痛 它这个发作之后呢 血管是快速的收缩 对 然后之后的极度扩张 好 在这过程中间 人会引发这种 有一部分 不是每一位 就是引发这种眩晕的这种现象 跟它有关系 但是 它的问题不在于眩晕 而是在偏头痛 所以你要除 但是它只是偏头痛 引发的眩晕 可是不代表 眩晕一定会偏头痛 对的 但是你知道偏头痛 有任何原因都可以发生 有点睡眠不足 抽烟 太兴奋 温度变化 都有可能会偏头痛 所以当你眩晕发作的时候 会不会同时 你身体极度不舒服的时候 你同时引发你的偏头痛 也是有机会 那有眩晕的人 至少比没有眩晕的人 容易引发偏头痛吧 这个倒没有特别 没有一定的 没有一定的 好 那中风跟脑流呢 也是会直接的影响到眩晕吗 对 这都属于 比如说中风 当然 像我有些病人 就是在做复健 它就是小脑中风 它就是 所有的四肢力量都很好 然后呢 大脑功能也都正常 也都没有说 手脚 手脚都没有 它就是没有办法站稳 没办法训练 它就是训练它的那个平衡感 那如果是出血性的话 还好 因为它慢慢血块吸收了 它恢复得比较快一点 对 如果血管整个阻塞 那个就比较麻烦 这个它会持续的很长时间 对 那除了这个在大脑也是 当然如果大脑已经造成 比如说中风了 刚好伤到是负责平衡那个部位 你当然也会觉得眩晕 那另外就是 什么脑瘤 但是脑瘤 你会注意到脑瘤 通常不会是眩晕 而是长期的头痛 甚至有些不正常的 会抽筋 癫痫 发作 那个才会 或者这个觉得就是 老师觉得这个平衡感也有问题 这样子会提醒我们 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 脑部的神经科的检查 是 刚才你看诊的那个顺序 看错了 眩晕你一个第一个 先去找耳鼻喉科 因为大部分都是周边的 这个问题比较多 尤其最多是内耳引起来的 尤其更多的是你的症状 就是像我们讲的BPPV 症发性的眩晕 对 不过你的问题又不是那么单纯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听觉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你如果从小有这个 有这个耳鸣 又在听觉 有时候听不清楚 你可能要做比较进一步的检查 那你看耳鼻喉科吗 你先看耳鼻喉科 他会做一个测试 他会先给你灌个冰水 你知道吗 我们有些检查 刚才我们当然在这边 我们是做一些现场的检查 另外一种是你倒耳鼻喉科 他第一个 你如果看眩晕 他可能至少会 刚开始会给你排两个检查 第一个就是 切个一些电极在眼皮上面 然后看你看某个东西 然后看你的眼睛会不会震站 会不会震站 如果震站 通常会有这种眩晕的问题 好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比较害怕的 就是灌人 灌冰水 灌到耳朵里面 好可怕 因为你灌冰水刺激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会头晕 所以这个感觉很不舒服 有人很怕做这个检查 因为大家会头晕 但是这是好消息 因为你的平衡系统是正常的 头晕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平衡 受到障碍 你灌下去就没有感觉 就完全没有反应 对 无反应 是 所以这样子你反而要觉得高 因为我这个功能还不错 对 所以讲到冰水 我刚才要提到说 你到高山的地方 尤其到比如说你到西藏去 甚至于我 因为前几天 刚好我晕气很好 我到这个民职去游览 就碰到下雪很棒很玩 很不错 这个银色的天地 但是就是鼻子跟耳朵 我们都会想到太冷的时候 流鼻水很难过 变红 戴个耳罩对不对 但是很 对不对 挂个口罩对不对 可是很少人会挂耳罩 其实因为台湾零度左右还好 对 你如果真的要到 真的 对 零下水 你的耳朵 不过你要给它保护到你 你要不是戴个整个脸的帽子 父耳的那个帽子 就是要戴个耳罩 对 这样子的话呢 为什么 因为刚才讲 你的冰水都引发眩晕了 冷空气也有这种效果 对 对 那是真的太有学问了 从头到头就这样 当然 你要一直进去 我们一直在丢 我们都已经这样排队挂号了 各客都可以向他寻整 好 不过真的 遇到了晕眩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式 譬如说吃一些食品 或者是保健药品 来保护自己 或是改善这个状况 有人有这个经验吗 我比较紧急的时候 就是已经在车上发生这个状况 就是吃口香糖 但平常保健就是吃鱼油 跟就是一些油脂类的东西 感觉可以畅通血管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他这样讲对吗 吃口香糖即兴地可以缓解 你觉得有效吗 我觉得有效 OK 我是觉得这些 每个人你都有你的配包 比如你刚才喝 不敢喝水 或者喝冰水 对 或者喝点酸甜的 这个东西你觉得有效都可以 就因人而已 看你自己的配包在哪里 是 那他刚刚也有讲另外一个是 长期保养的话 就是一些鱼油 或是通血路的药 我帮助待会我会说 好 那巴巴洛呢 你有没有一些什么 即兴的方式可以解救 或是缓解晕眩的状况 因为我认为晕眩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好像 你暈眩共 对啊 我出生的时候好像 这个棋在围我拨两圈 好像压到什么 就导致我有气喘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你现在误诊就对了 就是我只要暈眩的时候 我就是 很暈毛就是睡觉 我就是觉得 就是在逃避 反正我如果起来我赚到 而我没起来 那就算了 你的眼神好悲观喔 太多电影演得很惨 我就安详的这样就好了 所以西藏也是这样 反正我就躺了休息起来 我就起来 那没起来 你其实不用这样子啦 你的眩晕充其量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耳瓜这边的问题 你不会很安详的 你还会忍受它好久一段时间 现在已经很晕了 我刚才讲太激动了 对 你突然想到 有时候我们太激动 讲话是 你就突然觉得 你这也是晕眩吗 尤其是密闭空间 调整温度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是 喘气不太够 对 这个有时候会引发 这个血液 喘气不够要戴口罩 就感觉好像氧气围绕在这边 还是不能戴 你涂出来怎么会氧化碳 你不能戴口罩 我怎么觉得我好傻 除了那些丑问题 我们在医生面前都是傻子 也是 反正就是说 照理说 如果真的晕眩的时候 可以去多呼吸一下 新鲜的空气 就是空气要流通 然后深呼吸 做深呼吸 平常练习腹部呼吸 腹部呼吸是很违反 我们人体的自然的 这个好像直觉 我们都 用胸部嘛 可是用腹部呼吸 吸到肺部里面 对 让你腹部变 那个肚子变大 这样吸的吸比较 比较能够把你的那个 我们吸气不是靠肌肉 我们是靠我们的 横隔膜这个肌肉 所以你把腹部挺出来 你是把横膜拉下来 你的肺活量就会增加 对 其实很多你要学戏剧 学声乐 对不对 或是有些希望我们的 常蠕动更好 都是希望是可以用腹部来 腹式呼吸法 对 好 那小爱呢 我之前觉得我头晕那些 我都是认为是女生 就是贫血会发生的 所以很正常 所以当下如果我晕血的话 我可能就是休息 然后就是事后的话 我可能就是会 帮自己补充一些铁 因为贫血不是要补什么 葡萄吗 然后那些就是铁的保健食品 对 所以我想说补了这些东西 我是不是比较就 不会这么的贫血 然后也不会这么的长头晕 这样子 有用吗 我们就是补充贫血 我是不想烧你的心 不过你现在完全走错方向 我也是 补铁 因为你怎么知道你缺铁呢 就觉得好像头晕是贫血 贫血就是要补铁 然后人家说吃葡萄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 就说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些 这个号称女性的滋补的吗 含铁什么女性的补了 这个气色会好 我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这样 就是说 补铁越补越年轻 小心越补老得越快 对 为什么 因为铁这个东西 它非常是两面人 很两极化 在我们的比如说怀孕 对 小孩子的生长 这一定要给他足够的铁 让他身体得到好的发育 但是像我们的血色素 血色素它的血色蛋白 就是要跟铁结合在一起 我们才能够携带氧气 但是假设你并不是真的缺铁 你只是觉得头晕 你并没有找到原因是不是缺铁 你补充太多的铁之后 铁是一种很强的氧化剂 氧化剂简单讲就是伤害我们的身体 伤害我们的血管 老化更快 伤害我们的皮肤 对的 所以你一定要确定 你是不是真的有缺铁 你缺铁一定要把它补满 因为你怀孕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它补充足够的铁 可是当你没有缺铁 你给你身体太多 它会在你身体里面造出非常多的氧化压力 反而容易造成提早老化 而且铁吃太多 好像补充铁太多 会导致便秘 对不对 铁吃补铁就会便秘 我都一直以为吃这个吃多 是没有什么就是 没有无害的 对 其实是相反的 是有害的 所以你知道有的干 尤其是你铁太多会伤干 会造成干炎 干病 所以你知道假设这个病人 你觉得像有的人他肝不好 有肝病 但是尤其西行肝也有肝病 他血又很充分 你知道有一种什么办法 就是当然这是一种 比较不属于正统的治疗方法 就是怎么样 放血 就是把它抽一点血掉 让你身体里面的铁 的那个量减少 这是民俗疗法吧 减少 这算是我们正统医疗的一个部分 真的啊 对 西医也有所谓的放血 对 因为你血太多了 可以啊 不是这个扎血放血 是像输血一样把血抽走 那你真的蛮多的耶 对 这个 所以铁记住 就是说 你一定要确定自己是缺铁性贫血 你再补血 那我多吃菠菜可以吧 我多吃菠菜跟多吃猪肝 这样应该没有这么 这些当然 没有这么夸张 对 也可以啊 那不然你就多吃菠菜 猪肝汤 我爱吃 猪肝 我个人是不吃肝 肝是每一个人的化学工厂 我通常都不太吃肝 我是觉得啦 我个人想法 但不代表所有的意见 我是觉得 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需要肝脏能够提供营养 我们都可以从其他方面能够得到 对 所以呢像 像这个肝脏 它本身是一种 这个化学工厂 它会带一些 我们所有的身体里面 毒素都在那 内在外在毒素 都要经过它来解毒 上到期我还想说 可以多补充一些铁 多吃猪肝 吃猪肝 每次去男生 女生要喝什么 我要喝猪肝糖 他要补血 干脆就是猪血 炖猪肝 但是我个人觉得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它比较 比较 因为不管是我们人或动物 都会从环境中 吸收很多的毒素 对 毒素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吃皮 不吃脂肪 因为脂肪这些都是 累积了很多的 脂溶性的这种毒素 对 尤其重金属 也都在脂肪里面 伤脑筋 我以前不吃的东西 我都想说反正一定 什么各个营养都要均衡 对啊 我就什么都吃 以前也不吃皮 我肚也爱吃皮 脂肪也吃 猪肝也吃 那些我都超爱吃的 动物的皮不要吃 我超常吃鸡皮那些的 水果的皮 其实洗干净还是要吃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 不可容纤维 那像皮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苹果 苹果 皮是不可容性纤维 里面是可容性 对我们的排泄健康 都很有帮助 是要帮助的 对 那医师到底什么样的运动 可以缓解我们 眩晕的一些状况 当你眩晕真的发作的时候 可不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 我们直接来示范 好 我想这样子 我们先做一些 刚才 其实我本来想说 你既然是这个 这个 重症患者 对患者嘛 应该照你来做 可是我怕一做之后呢 反而引发你的眼中的眩晕 所以我想就 我们请苹果来做 好 我比较没有那么眩晕 好 你就看我 我现在示范两个动作 现在示范两个动作 现在示范两个动作 第一个可能是 要另外一个人帮忙 当然你有经验也可以 所以现在我们用 家里有床就可以是吗 对 有床就可以 直接躺嘛 这动作感觉可以再生一胎 好 来 晚上顺一点 记住我们用一个枕头 在这里可以睡个觉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平面 这个脖子要稍微向下 大概30度左右 我们现在假设 也要晕的是右边 如果是这方向的话 它有分晕哪一边 对 所以你就是正中的45度 眼睛要张开看什么 45度 这个地方 好了就很想睡 没办法 OK 这个地方给它维持个 30秒到60秒 看你的情况 然后呢 时间过去之后 换边 换这边的45度 换这边45度 好 那我们时间就跳过去 如果有眩晕的话 就要等久一点 要通常这个时候 如果有眩晕的 你眼睛睁大一点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眼球 在这边震站 真的啊 所以可以观察到 在震站 然后呢 第三个动作来 这个动作趴过来 头不能动 对 趴过来 头要往下 对 它压着 对 这个又跟这边又乘45度 了解吗 这个又跟这个乘45度 这个逻辑是为什么 等一下我用图解释 好 这样子之后呢 经过时间 大概30到60秒之后 好 就可以脚放下去 放下去 两只脚放下去 就可以这个姿势做起来 头还是不能动吗 这样做起来 这很重要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跟 好 OK 现在这个动作我们再做 再示范一次好吗 好 可以吗 好 再躺一次是不是 对 再躺一次 先往上睡一点 往上 要用枕头 大概是这样子 看你是哪 如果是左边就刚好相反 如果是这个右边的话 就是45度 4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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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经过30到60秒 然后再过来趴着 趴着 头像水平面下的45度 好 了解吗 水平面再45度 这个样子 再经过同样一段时间 好 然后这脚放下去 人坐起来 那如果每天早上起床 这样子的姿势起来 可以吗 坐起来 好 这是第一个动作 这可能要有人帮忙 不然但是你如果 已经很熟了自己是可以做的 就自己还是可以hold住 对自己可以做 那副院长 如果每天早上起来 是这样子的姿势起来 可以吗 如果你没有头晕 什么姿势起来都可以 但如果有晕势的话 这样姿势起来是比较好的 没有 这个它不是 这个是针对 就是我这个小杰的 患者 它里面有个石头在那边 当下 我为什么要做 拆得到吗 不知道 就让你的石头 等一下我用头来解释 顺着它可以跑出来 对的 好 第二个动作 那耳朵不就要拿东西接着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 你就躺上去 躺上去 这边吗 不然你 躺哪里 来 你就躺过来一点 好 坐这边 坐这边 好 第二个动作 现在 往右 右边看 45度 躺下去 头 又不能动 来 在那边好 你要整个平躺 对不起 侧躺 就看这上面 好 侧躺 对 要看 脚放上去 这样大概经过30到60秒 这个效果比较不像我们刚才讲的 但是也是有效 之后呢 然后 坐起来 坐起来 头还是不能动吗 可以回来 我们请小爱往那边躺 这样子吗 让摄影师比较可以拍得到 OK 因为看不到他的脸 可是这样子 他的脸那么美 好 没关系 等于你的是这样躺 你说往这样躺 对对对 让摄影师可以直接拍到你的脸 来 那假设现在变成说你的 是右边的 好 就这样 要侧 侧躺 对 侧躺 头要向那边 这样之后呢 然后呢 过了30到60秒 坐起来 坐起来 好 看左 左边 再侧躺 再换边躺 对 躺下去很痛苦 已经在晕去 你还要这样做 真的 就是你头就要跟在一个角度 你这样就是我们所谓的复健治疗的一个部分 你虽然现在你觉得会晕 对 可是就跟你坐云霄飞车一样 你为了好好坐云霄飞车 客服你的头晕怎么办 多去做一下 让你的大脑能够调整它 懂得吗 懂得吗 反而越害怕越要去客服 对对对 让你大脑能够帮助你平衡 这两个动作是自己在家可以做的 好的 OK 谢谢王爷 超厉害 对 谢谢副院长 你再回去试试看 好 在家就可以做动作 最后我们想请副院长帮我们补充一下 就是说有没有吃什么样的食品 或是保健食品 真的是对于晕眩或眩晕是可以改善的 通常我们都不会马上就讲这个吃保健食品 因为保健食品通常都会要放在后面一点 你的饮食的生活习惯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有些血管的问题 心血管的问题会造成眩晕 因为血液情况不好 什么样的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大脑的血管是三条血管 两边的颈动脉 后面在脊椎里面的椎动脉 那椎动脉上去变成基底动脉之后 它会到小脑再到大脑 再分血管到你的耳朵 了解吗 所以它是很周边的 所以假设你这个地方 比如说你有高血压 有这个动脉硬化 像年纪大的人 这个的话它就会 这个整个血管会阻塞 所以它只要 平常可能站得 做得好好的还好 稍微一个动作呢 突发性的动作 所以它就会压到它 它的血液就引发眩晕 那这样子的老人家 尤其更常见 就是在早上起来的时候 因为早上起来你的血管 躺了一个整个晚上 老人家血液的适应比较慢 所以那个时候它比较会发眩晕 对 那所以像刚刚小杰说吃鱼油 鱼油是有帮助的吗 这个我们先把坏的东西去掉 抽烟也是 抽烟喝酒 喝酒也会吧 酒精乳有的人会一直眩晕 当然它说血管会扩张 但是它有的人会眩晕 另外一些食物 比如说有人喝咖啡上 血液比较 这个我觉得咖啡是见仁见智 你觉得你什么会引发 你头晕的话 你就尽量去少接触它 然后你的温度控制调节要好 然后你的压力要工作压力 你自己要调节 每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你要控制 就是你起来深呼吸一下 呼吸一下 看看远方 调节你的情绪 减低你的压力 因为压力也会引发眩晕 尤其你假设你是办公 这个工作办公 做办公室的 你看你的电脑看太久了 就像我们刚才讲 你视觉固定在上面 太久的时间 往往对你的平衡感也会有影响 那这个饮食方面 刚才跟血管有关系的 你就尽量要健康的饮食 蔬果要吃得多 植物性的饮食物要吃得多 你的动物性要减少 尤其动物性的脂肪 这些肉类这些东西 你要这样减 为什么这会引发发炎 引发发炎 增加你的氧化压力 就会伤害到我们内耳的一些平衡 还有那个听觉的神经 那另外就是你讲的那个 最后我们如果这方面 还不足以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健康 当然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些好的 优质的正确的营养品来补充 那刚才小爱那个 就补充铁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再收了 吃太多铁了 那第一个 当然因为我刚才讲 你这个 我们的平衡神经 跟听觉神经 都是非常细 非常敏感的 对 这个她很怕伤害 我们的神经是非常脆弱 她可以吃什么保健 第一个 所以这个妈妈特别特别 想要赶快告诉我 第一个 我们的神经的修复一定需要 一样东西叫DHA 那DHA 那DHA就是我们鱼油里面 一个很重要成分 对 那另外一个成分叫EPA 对 EPA是抗发炎的 所以对于这个 我们这个是绝对有帮助的 枣油也可以 如果吃素的话 枣油是也可以 只要含豐富的DHA EPA 我想都可以 对都可以 那另外就是要补充抗氧化剂 刚才你的这个氧化压力过高 氧化剂是指什么 有时候维生素C 维生素E 这些都是 那另外还有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补充品 它是这个和各个食物 都反正把它萃取出来 都有抗氧化的这种功能 不光是维生素C 和E这些 这些也有帮助 那另外促进血液循环 银性也有帮助 银性 银性萃取 对银性有帮助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但是一般大家不会提到 就是说我们的轻神经 或者平衡神经受损之后 我们用显微镜往它看 看到每一个细胞 对 神经细胞 细胞里面它自己不会动 它一定要有一个发电厂 这个发电厂叫做什么 叫做粒线体 粒线体的功能如果不好 人就容易老 不管是哪边的粒线 心脏容易老 神经容易老 那粒线体的功能 需要我们营养品的补充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 叫做Q10 Q10 辅酶Q10 这个辅酶Q10 如果再合并加上 比如说我们那个 B群 让我们的粒线体的功能 这个能够强化的话 我们这个整个细胞 就会比较活性 反正是对女生很好 对 其实女生老是什么 胶原蛋白里面要加Q10 对 光医师是我们的天堂 天堂 对 对 你在讲什么 你又晕眩了 怎么一回事 好了 今天非常地谢谢 我们的副院长 帮我们来看诊 今天也帮小艾 今天帮小艾 还有帮 病人 大小姐 彻底的问诊了 那也希望我们的朋友 大家看过我们这集节目之后 都可以了解到底什么是贫血 到底贫血跟晕眩 眩晕又有什么样不一样 大家自己要分辨 其实如果真的有问题 请赶快去找医师 对 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副院长 谢谢 希望大家以后 眩晕不要早上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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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千佩姐